今天要和大家说的这个国家,他们想尽各种办法来鼓励人们生育,这个国家就是德国,德国对于我们来说,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国家,德国的足球是非常出名的,面对如此发达的德国,现在却面临住人口花的现象,每年的新生儿出生率都在急剧的下降。 根据资料表明,德国每年出生率是全球最低的一个国家,面对这样的情况,政府想尽各种办法来提高新生儿的出生率,德国出生的孩子从小学到大学所有的费用都是由国家来承担,而且对于出生的孩子,政府奖励60万元,而且还会德国的国籍。 即使是这样的条件,德国的新生儿出生率,一年比一年底,德国的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。 根据资料表明,德国55岁的老人人口数量占了全国的60%,这样大的比例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非常危险的。 当你来到德国的时候,你随时可以看见的都是一些老人,并不是一些充满朝气的年轻人。 当地政府为了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,所以他们收留了大量的难民,他们想通过这样的办法,以此来解决老龄化的问题。 随住社会的发展,人们的思想越来越开放。 对于一些年轻人们来说,结婚生子并不是人生中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。 他们认为抚养孩子是一件麻烦的事情,所以说他们会选择出去旅游,也不想去生孩子。 德国对于这样的出生率,他们正在考虑基于这样的政策,到底是一件好事,还是一件坏事,要不要继续实行这样的政策。